那這條題目呢,就說著 如果我有一條這樣的方程 那,然後,對於任何有理數m呢 那,so far,這個m是有理數的話呢 我們只需要代,我們甚至可以代任何數 那這條題目呢,它就說著 我們有一條這樣的方程 那,然後你給我任何一個有理數m呢 那,so far,只要這一個數是有理數的話呢 那,我們這一條方程解出來的解呢 那,都是rational的 就是它會有rational worst的 在任何情況之下 那,然後就問一下大家究竟 K是什麼才令到這一條方程成立 那,我們需要討論的東西呢 就可以由這個,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有rational worst這一點著手去處理的 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關於任何一條二次方程 那,它的通解呢 就是x 等於-b正負開方 那,那裡面這塊東西呢 就是我們熟悉的determinant 那,這個不寫下去了 那,這塊東西over2a 那,我們要討論一個數是否有理數呢 那我們就可以研究一下這個數 可不可以被表達成分數的形式 那,之前說過呢 也就是p over q的形式 那,這個東西呢 有條件的哦 不是什麼數都可以這樣表達的哦 那,就是p和q呢 都同時要是整數呢 那,我們看一看 嗯,那-b和2a呢 都是一個合理的 就是你無論如何 你給一個有理數給我 那,無論怎樣 我都可以把它變成p 或者p over q的形式 那,而且都是p q都是整數的 那,但是我們涉及到一個跟好的運算呢 那,那就不同說法了 那,對於跟好來講 要令到這個跟好 vational化的話 不是,或者應該這麼說 跟好完出來的東西呢 是有理數的話呢 那,跟好裡面的東西呢 就需要是一個完全平方數的 那,這裡很明顯就是這個determinant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拖這個determinant出來討論了 那,那這次呢 這個determinant呢 這個東西,整個東西呢 就等於b的平方 b的平方就是這個了 那,所以我們會有16m-1的平方 那,減4ac 這次a是1 那,c呢 就是這一東西 整個東西抄下去了 3m平方-2m加2k 那,會變成這樣 那,我們組合一下呢 就會有這樣的方 4m平方-6m加4-2k 那,然後呢 那,然後呢 就是這個東西 整個東西呢 就需要是一個完全平方數的 那,對於perfect square來講 那,我們又可以組合了一個 新的二次方程 那,完全平方數來講 我們這裡有一個4呢 那,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完全平方數了 那,所以再乘以一個perfect square 或者是不是perfect square 只要如果裡面這塊東西是perfect square 那,4乘以一個perfect square 出到來呢 都是一個perfect square來的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 不需要理會這個4了 那,剩下我們就集中看看 這一塊東西 在什麼情況之後 會變成完全平方數了 那,那 那,關於這個m的二次方程呢 我們又會有一個新的determinant 去討論這塊東西了 那,再寫多一次啦 m的平方 減6m 加4減2k 那,對於這一塊東西 我們有一個新的determinant 這塊東西叫做determinant 2 那,又是b的平方 那,那就是 乎6的平方 減4 a呢,又是1 c呢 是4減2k 那,這塊東西需要等於0的 那,那結果呢 我們 經過簡單的數學運算啦 或者做一次啦 這個呢,就36 減4 減4 4 4 就是16 6 加8個k 這個加起來呢 就是20 那,8k k 等於 這個拼過去 就是負20 那,k 結果就會計出 負5 over2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的題目的解 解釋啦 只要k 是負5 over2 的話呢 你無論丟任何一個 rational的m給我呢 你可以很複雜的 例如 3分之2啊 或者 121 over 200 那,那這些數呢 給我這樣 那整條題的解釋呢 都可以被rationalize 就是這樣啦 k 等於負5 over2 就是這次這條題目的解釋啦